郭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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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平等縣議員的就職典禮 場外一群人拉著布條 要郭在天還錢 我不知道 他有屬實他就法院告了 郭在天去年十一月 還曾經為選舉糾紛 被控打人 警方介入調查後 發現疑似是因為選舉期間 爭取支持意見不合 雙方爆發衝突 郭慶議員邀請群眾前往 新元鄉 新會公向陳姓代表候選人 考慮說法 回顧郭在天在地方上 2010年首度投入縣議員選舉就當選 2014年順利連任 2018年落敗 直到去年才又選上 一共擔任了三屆議員 從這以來的爭議 由非法設置激憤堆肥廠 涉及選舉暴力 遭控欠債不還 阿德郎拜託議就會怕 不錯啦 服務也差不多啦 可以啦 沒有人在萬天萬地 拜託他們都有做啦 這次資料比較不順勢啦 外面跟一個人來找麻煩啦 這都跟錢有關的啦 來到郭在天 位在新元的辦公室 一旦拉下鐵門 從外觀上 看不出來是服務處 附近民眾對他的印象 還算不錯 不過因為爭議不少 郭在天在外的形象 難免打了折扣 三立新聞主委答 何勝峰 屏東北